今天是二十四節氣當中的立東 很多人都會進補 彰化花壇一家知名羊肉爐店 上午八點鐘不到 就出現了排隊人籠 而在市區的麵線湖 也很受到歡迎 天氣冷嗖嗖 來上一碗羊肉湯 暖形又暖胃 剛好又是立東 彰化花壇這家知名羊肉爐店 一早八點開門 店內已經座午虛席 店外也出現排隊人籠 老闆怎麼說要立東補一下 你今天要多少 要一千塊錢吧 今天是立東有這個習慣 方便又好吃 羊肉隨便一買就是一千塊 甚至好民眾直接帶著鍋子來外帶 彰化花壇這家羊肉爐店 開在零售市場內已經超過七十年 標榜溫體羊新鮮現煮 每年冬天生意總是好的 不得了 現切的 先幫我再那邊切 稍微倒一下 不能趕快走 就怕下班後羊肉湯就賣光 不少民眾趕快上班前 先來喝上一碗 先把身體補起來 不只羊肉湯 熱呼呼的麵線湖 也可認銷 讓身體熱一下 外面太燙了 這麼多人只是坐著 反正應該是大家 我不是要吃飽吧 另外在雲林陡南 姜母鴨業者一走趕著邊疆熬湯 還不到用餐時間 已經有套客 等著外帶回家進步 立東進步花壇人吃羊肉 彰化市區民眾來上面鮮湖 雲林鄉親則是吃上薑母鴨 礁室熱呼呼 能讓身體暖起來的 吃什麼都很讚 接送不送到